水瓶座最愛老少沛 從那個小時候的老少沛 到長大以後的老少沛 她會有可能接受 那非常代表性的人物 就是我們的莉莉 她就是水瓶座 如果 如果 真的被小鎮拋棄了 她再下一個 還是20到30的嗎 那莉莉姐加油 妳不要擔心 小鎮算什麼東西啊 阿哥的三個男人 第一個 很霸道的一個大男人 第二個 有一個管不住的壞男孩 第三個 還有一個安分守己的小弟弟 金玉普卦的主題是 我的真命天子 他出現了沒 是昆維帝卦 是 這個卦是一個純粹的 很純粹的卦 就是錢 昆 這就是液晶上面的 第一個卦跟第二個卦 好 那麼昆維帝卦呢 昆維帝卦是一個平平坦坦的大地 是 幾乎沒有什麼高山啊 也沒有什麼 另外還有妳不可不知道的 明日星座運勢喔 好 好 開上人生好風景 時來運轉 任我行 大家好 我是李明依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 開運鑑定團 首先來歡迎我們的專家 以及特別來賓 占星專家唐麗齊老師 占星專家唐麗齊老師 占星專家好 來賓好 大家好 液晶專家侯德劍老師 大家好 大家好 接下來這位 可是我們這個 一潭的大姐大 打片天下無敵手 飛龍在天的製作人 我們周遊姐姐 是全世界人的阿嬤 接下來這位也是 阿嬤力捧的女主角 我們來歡迎韓瑜 哈囉 我們今天請到了這個阿嬤 還有這個超級女主角 阿嬤一手力捧對不對 對 其實就是我想看我們節目的 就知道 最近看我們節目就發現 緊接著看下來很過癮 為什麼呢 我們前面呢 對 想不到 真的想不到 因為我們會以為說 因為看了這個 民視的飛龍在天 感覺是聽台語很 慣勢 很慣勢 看你們的訓練在學台語 對啊 還不會講台灣話的 不會講話的 都會唱 飛龍在天 好 好 飛龍在天 不過我們也要謝謝 要謝謝阿嬤 把這個飛龍在天 把人也締造一次好的家機 當然因為有很多人 他可能聽不懂台語 他也很想看那個劇 對 所以剛好也可以借這個機會 用國語來欣賞這個飛龍在天 好 那我們今天其實請阿嬤跟韓瑜 到我們節目現場來 要跟大家來好好的討論一下 這個愛上小男人 你該怎麼辦 你看 老少沛這個字小鎮莉莉 所造成的兩性話題 一直是所有想經營老少練的朋友 都引以歸內的經典範本 有些事業有成 但是遲遲帶自歸中的成熟女性 都不愧言能夠突破年紀的枷鎖 接受小男人的追求 到底老少沛有什麼樂趣呢 今天我們就給你不一樣的答案 好 我們這個女大男小沛呢 當然這個層次不窮 那麼最近的這一次就是這個 莉莉跟小鎮的這個事件 在整個社會上引起廣泛的討論 那麼在尤其是最近 突然又發現 原來以為是可以被祝福的這一對 而且是經過了這麼多 這麼多的阻撓之後 好不容易千辛萬苦在一起 沒想到有一個小兔子 也就是這位小男生 據說最近又開始交小女朋友了 所以令莉莉非常的傷心 真是覺得本來還想說 祝福這一對又好不容易 所以我們今天真的請阿嬤到現場來 因為阿嬤就是一個非常美好的 一個代表 對不對 對啊 你跟同學差四歲 有啊 其實是差11歲 對 可是我們兩個真的 因為開始我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人家說 不用 還有人說 一年啦 可是到現在為止 我們兩個都非常好 尤其他對我可以說無為不至 我可以只有用這幾個 我可以證明 因為這個 看到這個導演的 這個李導演 他怎麼樣這個 很體貼的 在我們這個阿嬤的身邊 拿包包啊 打開幫他把手機關機啊這樣 就是很多那種很細微的小動作 讓人家覺得說 哇塞 我這一生呢 如果能找到一個這樣的伴就好了 對不對 那更何況當初其實受到那麼多的阻擾 對不對 開始 受很多人 社會環境的不諒解 對 親戚 朋友 那個時候連社會新聞 對 我社會版 我甚至躲到美國去躲好久 不過我認為我們的選擇是對的 因為我們的工作相同 對 臭味相同 而且我們的個性也非常好 也可能 我以前小的時候 我就很喜歡 可能也喜歡年紀大一點 後來覺得 年紀大的 管我管的 又收什麼什麼 那麼輕活 因為我們這種工作就是這樣 對 所以兩個相處 實在沒辦法 相處不下去 可是我碰到李曹偉 我老公的時候 我認為他的工作狂 跟我的工作狂 我認為我現在 像現在他在看書看劇本 然後在看 要戴眼鏡 我都不必戴 對 然後我們在做宣傳 一起在工作 我的經歷 你可以問他們 我不輸他 然後我們相處在一起 有時候 他比我年輕 我比他還 我都覺得經歷比他旺盛 他現在人不在吧 對 對 他人不在 我怎麼把他趕走 好 我們請 我們都一一請這個侯老師 來看一下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就阿公他的八字命盤 就是說 他的婚姻關係 到底是怎麼樣 就是說 他其實這一輩子 他走的路也真的是 對… 齊齊區區的 好 不過我要問一下 不過說什麼 我說不準 我也很相信 很準 因為有一次我坐火車 然後一個人看我 看我人中 看我的 他說法令文 看我的臉像以後 然後他說 你叫周小姐什麼 那個時候我 才20幾 在拍電影 還沒有製作的時候 還沒有製作 結果他就把我手也拿過去 他看我的手 以後你的事業怎麼樣 我想以為他要吃我豆腐 然後捏來捏去 又摸來摸去 手都會 我以為他吃我豆腐 不過他講的話 他說你差不多 二十幾歲你就開始有名 到四十幾歲 你就用電話 用什麼 你就可以怎麼樣… 真的 然後又 我又不相信 我跟白蘭洗衣粉那個老闆 又去爐州那邊有一個 也是 他一進去 他就說 你是搞藝術的 你要走藝術 那個時候我也是 還沒只是在拍 當個小演員 然後你將來一定會大紅大紙 然後你一定要走藝術路線 然後再一個最懸的 就我很早我去韓國 我去韓國人家都不認識我 就有一個 我一個韓國的朋友 他帶我 他也沒介紹我是誰 那個韓國人就在算命 然後我們就上 反正我就上去 一坐他就看我臉相 然後看我手相 什麼都沒問 然後就自己在那裡寫 兄弟有幾個 然後小時候沒父母 然後又什麼有幾個 然後幾歲也就怎麼樣 算我 然後我婚姻會有幾次婚姻 第三次才會成功 到現在那一張錶 我都還留著 寫了十條準的要命 所以你說算命不準嗎 OK 好 我們請這個韓老師來看看 這個阿哥的他的八字 阿哥的八字 他的命 好壞都要講 水命 水命 那是什麼水呢 是江水海水還是什麼水呢 它是那種像內外雙溪 裡面那個很急流來流去的那種 喘來喘去的 這個一方面說明阿哥的一種性格 對 二方面說明他的這個外在環境 對他的影響 你命裡面三個男人 對 第一個 很霸道的一個大男人 第二個 有一個管不住的壞男孩 第三個 還有一個安分守己的小弟弟 三個 生命中的三個男人 很久 而且 現在這個是安分守己的小弟弟 對 而且阿哥的這個天喜紅藍心 他在子女宮 意思是說呢 有兩個意思 一般來講 第一個 奉子成婚 對 奉子之命結婚 第二個 他的婚姻會得到他的孩子們的祝福 孩子們很支持阿哥的這個婚姻 對 好像據說當時這個阿哥跟這個 李導演的這個戀愛 還是得到這個兒子 就是現在這個飛龍在天的導演 支持我 的支持 馮凱導演的支持 反正是他就是說 阿姨阿 你如果要愛 你就可以愛 鼓勵你對不對 永遠永遠 你不要這樣 我從國外回來 他叫我 他說皮箱不要整理 他還幫我拿著皮箱 叫你走這樣 這樣子 你看看吧 你的子女宮裡面有天喜新 為什麼我要這樣特別提出來呢 因為韓瑜的子女宮裡面 也有天喜新 還有會奉子成婚 阿姨阿姨 你高興了吧 要問結婚 是小三個 好擔心 對 我擔心是不是阿哥扁 你現在給我沾就在適應 對 韓瑜的子女宮裡面 是紅嵐心 不同阿姑 阿姑是天喜新 是 那麼韓瑜到了子女宮的時候 要走到的是三十六歲以後 三十六到四十五歲 你才會去走到你的子女宮 那麼那個時候就是說 要千萬注意這個 婚前要避孕 要不要喊什麼 就奉子之命結婚 這三十六歲以後的事 現在不要著急 現在不要著急 因為她一直很關心就是說 她的這個感情運 婚運 二十六 三十二 這是兩年 紅嵐心動的兩年 二十六歲跟三十二歲 阿姑要注意 阿姑要注意 今年她是算虛歲二十三 五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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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結婚 你要把她抖 不要抖 對 因為我 但是我估計她那個婚很難結成 為什麼 因為她三年以後 要走十年的事業運 所以三年之後 就是說也是韓瑜的這個 事業大好的十年 劃全十年 所以她應該是二十六到三十六之間 最好致力於她的事業 感情先擺著 二十六到三十五 到三十五 二十六到三十五 對 那麼三十六到四十五的時候 是真正韓瑜的紅嵐心 開始動的時候 對 那麼 所以有一種想哭的感覺 對 因為三十六歲後 結婚 對 因為她真的只想結婚 妳真的只想結婚 她聽到 她聽到這些 當然就是說一方面很高興事業 對 可是我到三十六歲後 對 三十六歲後 阿公有沒有聽說過 對 女大三 抱金磚 就一個男孩子要娶到一個 比她年紀大三歲以上的女孩子 就好像是抱了個金磚回來一樣 因為對這個男孩子的 人生 事業 學識 做人 都有非常非常大的幫助 當然這個韓瑜現在是 我們台灣是 母大姐姐金交易 對 但韓瑜現在聽不懂 沒關係 到時候就懂了 沒有 我告訴你 在座的 真的只有我比較了解她的戲 畢竟我們就是說 跟年輕比較接近一點 就是 她真的悶壞 我管妳跟我講什麼事業 我一聽到我三十六歲才能結婚 我現在就是 眼前一片烏雲飄滾 好 我沒有選擇那個台灣的意思 如果說 就星座命盤來看 我們來看這個阿公跟導演 他們兩個人 在這個相處上面 他們有可能就是說 在這個婚姻生活 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那麼就是說 等會兒如果說就韓瑜的 這個星座命盤來看 她是不是 也可以接受年紀比她小的 對 從阿公跟她先生之間的 這個星盤看起來 是 實在 我雖然很不想 很不想拿他們跟小鎮 莉莉來比 小鎮跟 什麼時候 跟莉莉 跟莉莉 實在他們 明明相差太遠 來 我要講的是 真的相差太大 連我都會不高興 真的 連你都不贊成 我告訴你 有一次有幾個節目 有一兩個節目 我一去 看到他們兩個 把我們兩個跟他在一起 我扭頭就走 我去連路都不要走 所以阿公真的連 就是說你覺得他們的年齡差距 是你不能夠接受的 那是差 我開始對於我跟我老公 我自己也接受不了 剛開始也會排斥 我也排斥 可是後來因為認為 我們的工作 我們的性情 我們的個性 還有我們相處的在一起 我們認為很合得來 雖然我的經歷 我的年齡大大那麼多 可是我的經歷我各方面 比他還旺盛 比他還旺盛 可是他追求你是 就是這樣子 他對我的 因為你老公的夫妻公 非常單純 我們剛剛忘了講他 老公的夫妻公 你老公的夫妻公 只有一個字 非常單純 不像你 你是三個 你看這是你老公 那麼 因為我沒有寫他名字 我就寫周遊老公 那麼妻公非常單純 就是說我的妻子 是我的志同道合的同志 在事業上的夥伴 我們兩個人情同兄妹 就是這樣 因為這個跟小鎮 跟莉莉那個 不同不同在這個地方 是啊 這一點差別太大了 明天8月1號星期三 我們來看晴天的星座有哪些 摩羯座恭喜你 明天可能會有一個 峰迴路轉的機會 而且有一個相當好的機運 在等著你 因此要積極把握 另外一個星座是水瓶座 明天可是很有權威的一天 所以千萬不要太隨和 該爭取的就盡量爭取 另外一個星座是雙魚座 雙魚座明天應該把你的浪漫 用在一個很務實的地方 相信我 你的潛能將會發揮 你的夢想也會實現 你再照顧我 那真的是 就得把好吃的先給我 有什麼東西都先 先有我才有他的 對 好 那我們這個 回到這個星座之類 是… 剛剛其實並不是要類比他們說 一定會怎麼樣 但是我要講的這個 金星跟火星 對 它代表他們的緣分很深 兩個人要相遇 這個緣分很深很重要 因為還有另外一對 就是湯寶寶跟他老婆 對… 他們也是千辛萬苦 對 你會發現這幾對 他們為什麼能夠歷經千辛萬苦 因為很多人 他們可以在一開始被反對 或者是上社會版 這是很大的事情 在古代的時候 就是在以前那個時候 大家也都還是檯面上的人 很多人就逃掉了 放棄了 不要了 所以那個緣分一定是很深 才會把你們牽在一起 是 然後還有一點很重要 在阿溝跟他先生的星盤裡面 他們真的都是工作運非常強的人 也就是說他們生活重心 尤其是阿溝 他有四顆非常重要的星星 都落在跟工作有關的公位 然後更不要提 他是處女座 這樣了解嗎 所以他的工作 尤其是做得有聲有色的時候 他更是生活中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都是跟工作有關係 剩下的百分之五十不到的地方 他還要公關 應酬 交際 還是跟工作有關係 和婚姻 所以婚姻的比重 簡直只佔十分之一 所以我認為這兩個人 他們都在工作上 找到他們的樂趣 找到他們的生活重點 這兩個人都是百分之五十要工作 所以他們的六 他們的百分之六十等於是婚姻了 就等於他們的婚姻了 所以這兩個人可以有一個共同目標 他阿溝的金星 它是落在哪裡呢 阿溝的金星 是落在很愛漂亮的天秤座 剛好跟李朝勇導演的火星 在天秤座一模一樣 對 然後李朝勇 愛漂亮耶 他也愛漂亮 而且他的火星在天秤 也會帶給他偏偏的風度 對 橘子非常的優雅 小星 他連在導戲的時候 都穿西裝在導戲 那真的 那也太優雅了 而且導的是古裝戲 那些人穿成那樣的 他還這樣子 走過來的話 這個西裝打領帶就好 這是一個奇怪的畫面 是不是 那阿溝的火星呢 阿溝的火星呢 就在跟那個鍋子一樣 火星就在 肢體語言非常豐富的獅子座 像 對 肢體語言表情動作都是 特別多 很有戲劇張力 我們李朝勇的那個金星 就是在獅子座 他當然也愛漂亮 這兩個愛漂亮的夫妻湊在一起 就製造了很多漂亮的東西出來 所以這個就是 好像我們唐老師每一次提醒大家 就是說 你要看你跟你的先生 或是你的老婆 你的另外一半 就你們兩個的緣分那麼深 其實就是要看你們 心牌裡面的金星跟火星 對 我的金星對到了他的火星 一模一樣 或是他的金星對到了我的火星 是 所以這樣加起來之後 就是他們的緣分是很深 是別人打不斷的那種 很深的 就是這個很想結婚的小女人 他到時候 他有沒有可能就是會跟這個 比他小的這個男人相處 那相處上會不會有問題 他可以接受 年紀小一點的男生 他可以接受 對 好 現在他還很年輕 你現在很難想像 因為你現在才20歲 你總不能去跟13歲的吧 對啊 所以現在很難想像 剛剛跟我講這個主題 想說我該不會愛上5歲少 不是 不是 你一定要去想說 有一天你30幾歲了 你如果是交的是20幾歲 你要那樣去想 對啊 首先我們看 是啊 曹喜太跟那個 夏琳瑩 夏琳瑩嘛 不是兩個非常好 對 愛他愛得要命 兩個都愛得要命 幾十年了 對啊 首先我們來看韓瑜的星座 就是很能夠接受的 頭腦非常的思想 開放的射手座 所以射手座的人 他其實呢 任何新的文化衝擊 對他來說 他只會覺得有趣 他不會覺得是障礙 不會憋手憋腳的 所以射手座的人 如果你有一天年紀大了 有一個小男生來追你 你也會覺得很有趣試試看 這是射手座應該有的心態 一般來說 那更重要的一點 是 你要說年紀大了 射手座 射手座 然後韓瑜的金星 金星是跟愛情有關的星 他落在戀愛宮 這個女孩子呢 一輩子都在夢想著戀愛的世界 真的 真的 被打 以後可以跟阿公講說 阿公我沒有辦法 我是不用自主 因為我的金星落在戀愛宮 我們給你一個正當理由這樣 還有一點很重要 這個韓瑜的皮膚 可以保養得非常的好 你的金星就是落在跟皮膚 跟我們的 有關於摩羯座 這個星 這個星落在摩羯座的人 通常都會 在這方面得天獨厚之外 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永保青春 永保 金星落在摩羯 是 金星落在摩羯的人 都給人家看起來好像看不出年齡 難怪 對 我先生啊 這四十幾的老外 看起來像三十歲 我們的製作人小潘也是 對 我們的製作人小潘也是 小潘大概五十歲了吧 沒有 開玩笑 開玩笑 以後人家看到她 想說這女妖怪 原來她五十了 沒有 我剛剛亂講 她沒有 對 所以我們與此類推 就知道韓瑜 她就算到了四五十歲 很可能看起來還是很年輕 所以這個機會當然會有 對 所以妳一定會遇到小男生的追求 好了吧 請問妳 妳不要現在急著談戀愛 對不對 妳以後還是看起來很年輕 對 所以剛剛侯老師說 她要到三十六歲 我都覺得妳不要著急 妳到三十六歲 看起來還像二十六歲 一定可以的 所以那個時候就會遇到這個 大小配的問題了 而且韓瑜很幸運的是 她既然精心落在愛情宮 所以男生都會呵護她 OK 好 恭喜啦 不要擔心 對 OK 好 在這邊呢 在這邊呢 我們的這個開運調查局呢 為大家做一個小小調查 那就是呢 通常你會去愛上小男人呢 是什麼樣的原因跟理由呢 我們大家一起來看一下 好 來 通常呢 你會愛上小男人的這個理由呢 是第一個 生活變得很有趣 感覺自己也變年輕了 通常就可以感染那樣子的活力 那麼再來呢 就是呢 可以去領導的地位 比較好掌握 有的人呢 可能就是說 她會覺得說 也許是女生的事業比較強的 或是她工作能力比較強的 她覺得說 那以我的經驗 跟以我的年紀 那你要聽我的 是 就是有這樣子的優勢 再來呢 就是滿足生理需求 你看 講到滿足生理需求 然後我就聽到我們阿公一陣濕吼 所以她就了解說 不要再有潔癖的處女座 並且講這麼敏感的話 這個 所謂的這個女人嘛 人家說什麼 三十如狼 四十如虎 所以你們不要搞錯了 我們到三十幾到四十幾的時候 我們才要找二十五歲的人 那個菜頭大哥還說過 五十就像金錢報 對 五十歲就像金錢報 超人 其實阿公就是在金錢報的時候 對不對 所以呢這個滿足生理需求 當然要找小男人嘛 再來就是呢 比較單純沒有壓力 這一方面呢就是說 好比說在當時 像阿公剛剛比喻 就是說 她覺得她自己 比較年紀大的這個 以前的這個老公 就是什麼事情都管我 什麼都不準 什麼都不準 反而是跟我志同道合的 可能年紀比我小 可是沒關係 她了解 然後呢就比較沒有這個壓力 對 在一起很開心 對 比較單純這樣子 很快樂 對 然後再來呢 向下的這個延伸選擇 機會當然比較多 因為你有一天呢 每一個人呢 我們到了五十歲的時候發現 我也可以跟二十幾歲談戀愛 那我那個範圍有多寬 對 這整個世界充滿了美好 差太多也 也不要差太多 對 好 那所以呢 以上就會有這樣子的理由 那我們要請這個唐弘老師 來為我們分析一下囉 是 哪一些星座的女生 她呢 可以去接受小男人 那麼為什麼 通常呢他們是因為什麼樣的原因 還有哪一些星座的女生呢 她對於接受小男人是會排斥的 這個對生命比較有一些圓融看法的 或者是能夠接受一些變化 發生在自己身上 某種程度來說 你也可以說呢 她滿任由命運擺佈 或者是遇到什麼 她也覺得就順從看看 這四個星座 好 變動星座 那就是雙子座 處女座 處女座 射手座 跟雙魚座 變動星座的這四個 對 這四位女生裡面 就有三位都是 對 我是雙子座 她哥處女座 她射手座 好 年輕的男朋友 不是 男朋友 你怎麼直接叫人家男朋友 年輕的男性觀眾 請來信 不是 我們結婚了 好 請來信給她那個韓語 五歲 你現在可以開始下坏了 好 我也呼籲一下 結婚不代表就是死了 以後還有很長很長的人生要走 誰曉得這個婚什麼時候 會有什麼發生變 佩佩解除咒語 佩佩解除咒語 對 佩佩 沒有 謝謝 沒有 謝謝你給我們的鼓勵 但是真的是佩佩佩解除咒語 好 老婆不會 我老公說絕對不會 沒有 沒有 我們當然說走過來了 阿公也是試過到第三個才是 才是真命天子 所以有時候人生是很難預料的 只是說我們好好建設自己 那像雙子座的人呢 為什麼說他能夠接受 是 因為他是隨時在變化的一個人 話題也在變 裝扮也在變 思想也在變 所以這些人是走在流行尖端 如果現在很流行老少配 我想雙子座會願意試試看 而且 幹嘛 我 我跟人家老少練的原因 只是因為現在好流行 好 說不定 而且 而且我覺得雙子座 他們喜歡吸收新知 對 說不定年輕人 有年輕人的看法想法 教教他們 教的朋友 這倒是真的 其實我會覺得就是說 不管是我 我已經幾歲 我都會覺得說 什麼樣年紀的人 他其實會有 他那個年紀 應該有的一些特質 是我不知道的 對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跟他 你不要以為說他年紀小 就好像 你就好像 以老賣老 什麼都知道 其實不見得 你可以從他身上學到很多 所以雙子座是這樣的概念 對不對 那抽女座 大家就比較難想像了 對 因為抽女座絕對是那種 年輕的時候 我說的是三十歲之前 他們覺得說 我絕對不會跟我年紀小的交往 我絕對不會 絕對不會 一直到他超過三十以後 對 應該可以 越來越可以 三十歲以後就可以 對不對 我年輕的時候就一直想往 找年紀大的會照顧我 對 就不要那個 不過也不要差太多了 真的 你看 初女座還是有他的堅持 我開始我都認為說 自己都不能接受 真的十歲之內 我都 差不多四 五歲 可以 對 我相信 這是初女座的堅持 對 他有他的潔癖 我們說潔癖也可以說 他定了一個規矩 他定了一個範圍 我們再來看射手座 射手座 我們剛剛講過韓瑜 對 他們也是屬於那種 同樣很思想開放的 他不會管流行不流行 他也不會管別人的眼光 射手座是為了自己的愛 就勇往直前 所以說到了那個年齡的時候 如果有小男生喜歡他 因為射手座的人 總是青春洋溢 我們看到二十幾歲的韓瑜 當然會覺得 他當然青春洋溢 但是我真的看過四十幾歲 還在拍那種很麻辣的那種 辣妹妝的照片 你知道嗎 射手座 你說我嗎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多元的星座有哪些巨蟹座 還有明天可能 今天如果有拉什麼肚子 腸胃不好的話 明天也會好 而且很多事情 越來越順手了 所以不要氣餒 另外一個星座是處女座 處女座明天可能會遇到一些 小障礙 比如說長官忽然對你的提案 有意見 要你修改等等 另外一個星座是射手座 射手座明天倒是滿不錯的 你可以收拾一下你的這個 玩世不公的個性 明天正經一點對人家講話 別人會很訝異 你的頭腦還相當好呢 我們來看一下 陰天的星座有 金牛座 金牛座明天可能會有 長痘痘的煩惱 或者是在外形上 你可能會吃多了一點 然後也把自己吃胖了一點 所以要小心一下 這個外表的問題 另外一個星座是雙子座 雙子座明天可能會讓人家覺得 你打扮得很不合時宜 這個座有好幾個代表 像我們知道這個 國際知名女星 劉佳玲 劉佳玲是射手座 劉佳玲就已經快40了 可是看起來還是保養得非常好 很年輕 而且我相信她絕對不排斥小男生 對 而且還有誰是這個射手座 像這個大陸一級女星 那個女哥 納英 納英 也是年紀不小了吧 對 其實射手座藝人真的不多 可是他們如果會活到現在 絕對是老妖怪籍的話 沒有 所以就是很厲害 看起來很年輕 對 活力很充沛 對 我們再來看雙魚座 那就不用說了 小男生可以為他編織夢想 讓他覺得自己永遠年輕 雙魚座 這個最具代表性 伊麗莎白泰勒 對 他就是雙魚座 你看他後幾任 他前面幾任就算 他那麼多任的老公 後幾任都比他年輕 而且年輕到 30 40歲那種 他已經五六十歲 60幾歲了 他就是雙魚座的嗎 他就是雙魚座 我們除了這四個星座 還有一個星座 我一定要講一下 是水瓶座 水瓶座也可以 也可以 而且水瓶座它的範圍 是這樣子 它有一個標準 大概20歲到30歲之間的人 他可以接受 所以他18歲的時候 遇到30歲 他也可以接受 然後到了25歲 他也可以接受30歲 也是大 大他5歲 但是他過了30幾歲以後 他也還是接受這一群 就是20 所以你就會覺得 他開始老牛吃嫩操了 沒有 就水瓶座 他的目標 一直是在20到30之間 對 有可能他鎖定了 某一個年齡層 然後他到了這個年齡 他還是會回來 跟這一群人交往 所以他從那個 小時候的老少配 到長大以後的老少配 他都有可能接受 非常代表性的人物 就是我們的莉莉 他就是水瓶座 所以他年輕的時候 好像也交過幾個年紀 所以你意思就是說 他現在如果 如果 真的被小鎮拋棄了 他再下一個 還是20到30的嗎 那莉莉解架了嗎 不要擔心 小鎮算什麼東西 所以這個水瓶座 比較特別對不對 那我們要請教侯老師 就是說如果我們 從風水來看 什麼樣的人 他其實比較會 跟這個小男生談戀愛 比較喜歡年紀小的 那麼我們現在要說一下 哪兩個位置呢 長女睡下去呢 他比較可能交到 比自己年紀小的男朋友 首先第一個叫做 西南方 西南方是媽媽位 你睡下去以後 久而久之 你的心理想法 就像個媽媽 然後你就很想去找一個 可以讓你照顧的兒子 於是你就很容易 找到一個 比你年紀小的男生 西南方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鄭東方 鄭東方本來是 男孩子長子住的 所以在鄭東方的這個長女 是個大姐大 她非常疼愛自己的弟弟妹妹 所以她很容易 把那個需要她幫助的小弟弟 就直接變成了男朋友了 所以如果看看 就是說如果你的這個 男朋友的年紀真的比你小 而且還小滿多的話 你就可以出去看 你自己是不是睡到了 這兩個位置 OK 好 這是長女的 長女的 來 如果是第二個女兒的話 第二個女兒的話 第一個是睡在東南方 是 東南方原來是長女住的 是 結果二女兒說 我睡下去以後 我才是姐姐嘛 有沒有 她跳級升級了 是 她也比較容易去找 年紀比自己小的男朋友 OK 那麼還有一個呢 二女兒如果睡在東北方的話 這也有可能 因為東北方的掛是個鋁型的鋁掛 是 鋁就是好動 有沒有 缺乏安定感 所以凡是新鮮的事物 對他們來講 那都是來者不拒的 那包括年紀比較小的男朋友 好 那這是次女的位置 是 好 我們來看 三女兒或是家裡面的老妖 首先也是一樣 睡在西南方 也會 她雖然是三女兒小女兒 她也是個媽媽 所以她很容易也會去找 比自己年紀小的男生 這是第一個位置 那麼第二個就是革命家 對 所以在正南方的 正南方的三女兒 是個革命家 所謂革命就是跟別人做的 事情不同的 對 大部分的女生是找 比自己年紀稍微大 或者相等的男生 我要革命 我偏要 我就要找給我年紀小的男生 我要反叛這個社會這樣子 這個是三女兒的 韓瑜知道自己睡哪個位置嗎 我不太想 沒有關係 節目完了以後 我們拿個指南針給妳 好 你要讓她睡在那兒 沒有… 這要經過阿姑同意 就看 那個阿姑跟那個韓瑜 分別私下請教侯老師 韓瑜呢 聽到私下就說 我還是真的想早點結 然後那個韓瑜就說 你給我找一個位子是他 十天還要嫁不出去的 好 以上就是這個 三個這個位置 就是三個身分人的位置 請大家注意看看 我們要請教唐老師了 就是說 有什麼樣的星座的人 他其實在談戀愛 他是不分年紀 你管你比我大比我小 他覺得年紀真的不是問題的 我們有這個小小的排行榜 在這邊看一下你的星座 是不是這樣的星座呢 對 談戀愛的時候 就盡量昏頭吧 想那麼多幹什麼 有幾個星座的人 才不管你怎麼想 他感覺對了 就要去談談看 第一名 那就不要講了嘛 當然是我們經典的 夢幻星座 雙魚座 真的耶 對 這是對不起 但是雙魚座 真的是榜上第一名 因為愛情是非常需要 戀愛氣氛的 是 有時候愛情是不顧現實的 這個談戀愛嘛 談戀愛的時候 管你怎麼天長地久 我們會誰先死誰晚死 然後什麼 以後彩米油煙醬兔茶 沒有想那麼多 所以雙魚座 絕對可以在戀愛的時候 把那戀愛談得如夢似幻 老少沛別人反對更好 淒美是最好的特效藥 對不對 大家都反對 所以我們才要一起去 還可以 可能還浪漫過頭了什麼 我們要不要去什麼 殉情之類的 千萬不要這樣亂想 因為這樣故事就結束了 所以希望雙魚座的人 留一些夢幻的美麗的幻想給大家 第二名的話 當然就是我們觀念相當的 敢流行的雙子座 我們剛剛也都解釋過了 既然就是一種流行 表示大家都能接受 那麼為什麼不試試看 而且好像那個魚缸要換水一樣 換了一個新鮮的水 換了一批新的朋友 換了一些新的話題 我沒聽過 他學得可起勁了 他哪裡管你怎麼想 不過我真的要在那邊 告訴大家就會說 這個當然是我結婚前的 我結婚前呢 交了男朋友的範圍之寬 有比我小12歲 比我大13歲的 就是我有交一個男朋友 大我13歲 但我有交一個男朋友 比我小12歲 對 你的攝像圈真的滿廣的 你就會可以想像說 這個男的跟那個男的 他們相差25歲 也就是說我同時 跟爸爸跟兒子談戀愛 好 這是雙子座 OK 然後第三名就是寒藝的星座 那個頭腦很開放的射手座 是 我們剛剛也提過了 這個跟年齡大小沒關係 而且射手座的人 永遠活在25歲 雖然我不知道阿倫是什麼星座 但是射手座基本上 心態永遠是停留在一個 滿年輕的頂上 對 然後來第四名 第四名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其實個性滿叛逆的 你越說不可以 他越偏偏要的水瓶座 所以水瓶座的人 他的愛情被反對的時候 他反而更堅真 他會死守四行倉庫 所以說這個水瓶座的人 如果他的愛情是被祝福的 他搞不好就跑得不見人影了 所以說想要甩掉他的話 你就離他遠一點 就是這樣子 不是 離他近一點 鎖住他他就會離你遠去 來第五名就是水瓶座 對面星座 那個也很愛漂亮永遠年輕的 獅子座 我們剛剛都沒有講到獅子座 但是獅子座的人 尤其是年紀大一點的獅子座 他當然不介意年紀差距很大 因為這代表說他養顏有數 這代表他很有辦法 才能夠交到一個年紀 比他小很多的 所以說這前五名的牌寶 是這個樣子 OK 好 我們要請教這個唐老師 就是說如果我的另外一半 他真的是年紀比我很小 不管是男女朋友 或是結婚的對象 我怎麼樣針對他的不同的星座 來跟他相處呢 其實如果你遇上了水象星座的小男人 如果你是年紀大的 小男人是水象星座 巨蟹座 天蟹座 雙魚座 其實他們是很愛撒嬌的 所以你就要像媽媽一樣照顧他們 所以這一點是他們很需要的 簡單講就是 他也不要你什麼很漂亮或幹嘛的 這個風華老去 對他們一點都不是問題 他們很可能會覺得說 你就是那個氣質吸引他 所以說你要做到像媽媽一樣 無微不至貼心的照顧 煮一手好菜是最好的了 他們一定會 就被你這一手好菜給黏住了 就抓住他的胃就對了 但如果你的另外一半小男人 是土象星座 是 金牛座 處女座 摩羯座 老實說他們很怕唠叨的姐姐 很怕唠叨的姐姐 基本上他們覺得自己很守規矩 所以你的愛也是海枯石爛不會轉變 所以如果你自己在那邊緊張兮兮 唠唠叨叨 一天到晚說你有沒有去哪裡 幹嘛幹嘛 你越唠叨他就越害怕 這是土象星座要注意的 就是如果你的對象 如果你的對象是 風象星座 雙子座 天秤座 水瓶座的話 基本上這段緣分就看老天的安排了 你這樣講 雨帶玄機 好像我們這些人超不穩定 不會 倒不是 那就要看風象星座的人 他星盤裡面的一些特色和徵兆 如果你的另外一半 就是年紀比你小的是火象星座 白羊座 獅子座 射手座 基本上他對你的愛 應該是不會因為你的外型 年齡而轉變 但是他很會惹麻煩 所以你要教他 你對他最有幫助的一點 就是那種很傳統的 毛大肌 金膠胰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對火象星座的人來說 找一個年紀大一點的對象 其實對你是絕對有幫助的 因為他們太衝動了對不對 對 你們可能忙創業 然後衝事業等等 可是只有年紀比你大的人 而且是女生 心細如私 可以幫助你在一些小細節上注意 OK 以上就是說 如果你的另外一半 高好年紀也比你小 那麼他的星座是什麼樣的星座 你要知道怎麼樣跟他相處 當然我們都希望 不管是年紀大年紀小的 大家的戀愛能夠長長久久 好 現在我們就要進行 是我們的這個開運捕掛DIY 那麼請大家注意 趕快把這個紙跟筆 還有這個身邊 找一個十塊錢出來 這個韓芋也可以跟我們一起補一補 就是呢 我們今天要教大家補的這個題目 叫做我的真命天子 它出現了沒 我們來看一下雨天的星座有哪些呢 白羊座 雨天在你很多決策 很快你就看到是失敗的 是不正確的 所以你可能會有點悶 另外一個星座是天秤座 天秤座明天像遊魂一樣 沒有目標 沒有方向感 我們來看打雷閃電的星座有獅子座 獅子座明天會有健康上的困擾 另外一個星座是天蠍座 天蠍座明天會覺得 雖然任重而道遠 但是我到底在為誰背這個責任呢 所以如果想要釐清楚 今天可不要當替死鬼喔 今天要教大家補的這個題目 叫做我的真命天子 它出現了沒 有的時候你可能會覺得說 我身邊這個男朋友 它到底是不是我真命天子 那我們也教大家 可是其實它也許已經出現了 就是你的將來的另外一半 就在附近 但是你不知道就是它的 那我們今天就來教大家 如果說你補出來 其實就在附近的話 請把眼睛睜亮一點 趕快去找 可能你未來的老公 就在你的身邊 你都不知道這樣子 OK 好 好 那麼我們占卜的方法很簡單 拿一個十塊錢銅板 就好像我手上這樣子 這個十塊錢銅板只有兩面 一面是人頭 另外一面是十元 是 那麼卜到人頭就是正 卜到十元就是反 那麼你丟兩次 它一共只有四個機會 也就是正正 正反 反正 跟反反 那麼我們製作單位已經為大家 那麼丟好了四個掛 你如果丟到這四種可能性 分別是哪個掛 那麼你的真命天子 到底出現了沒有 我們一起來看看 好 那我們請韓玉 你也來丟一下 對 你這樣子 你心裡面要想 默念著說 我的真命天子它出現了嗎 那不要講出來 我的真命天子它出現了嗎 對 我的真命天子出現了嗎 然後 這就是一個十元 對 然後再想一遍 我的真命天子它出現了嗎 對 這樣子 反正讓它停下來兩次 對 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請觀眾朋友 跟我們一起補 同時就是說 你等它指筆出來 把它記下來 到底你剛剛補的是先正 後反還是先反後正 寫下來 那麼我們就為您來解答 我們的這個唐小姐一邊也在那邊偷偷地補合起來 好 來 韓玉剛剛丟到的是 反正 一反一正 一反一正 對不對 先反後正 你丟的是什麼 正反 一正一反 好 那我們先來看 如果觀眾朋友你丟的是兩次都是正面 都是人頭的呢 你會得到的是這一個掛 地雷附 地雷附掛 意思是 反反附附 又像真的又像假的 所以還不確定 根本不確定 所以你在你身邊的這些人呢 就是說 實際上有 我們說他們之中有可能 有人是你的真命天子 但目前並不確定 目前並不確定 對 因為我們現在補的這個時效呢 是有一個星期的這個作用 一個星期 最多了不起一個月 對 一星期到一個月 對 最多了不起一個月 好 這個是正正 那麼如果說我是先正後反 天則呂掛 呂掛 這個呂就是 如呂伯兵戰戰兢兢 是 就是半君如半虎 好像 唐老師是不是丟到這個掛 你對的是鄭大哥嗎 蛤 沒有啊 這個沒有指人啊 這個是說最近附近也沒有啊 對 最近附近的這個是 如呂伯兵的 那麼在一個人會 戰戰兢兢小小星星 好像走在伯兵上的時候 你說他是有還是沒有 有吧 當然了 如果沒有這個偏偏 哎呀 我管妳 我穿什麼 我怎麼走路 所以我才不管妳呢 所以我都正正經經的 穿好衣服 然後打扮得乾乾淨淨的 等待生命的出現 對 沒錯 有感覺到 已經都感覺到他的來臨了 快要來了 正在接近當中 OK 在接近當中 好 反正 橫魚好像是 韓魚的 對 韓魚是 反正 對 是昆維地卦 是 這個卦是一個純粹的 很純粹的卦 就是乾 昆 這就是易經上面的第一個卦 跟第二個卦 好 那麼昆維地卦呢 昆卦說的就是一個平平坦坦的大地 是 幾乎沒有什麼高山啊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風景啊 什麼 這麼平啊 很平很平 太平公主呢 太平盛世啦 太平盛世 太平盛世 所以你說太平盛世的時候 沒問題 真命天子會出現嗎 沒有 真命天子出現一定是天下大亂啊 好 阿公你放心 放心了吧 阿公你放心吧 他身邊並沒有真命天子 所以這個觀眾朋友 如果你丟的也是反正的話呢 表示你身邊的真命天子呢 並沒有出現 再等待 好 那如果我丟的是 兩個都是反面的話呢 折天絕掛 是 你要做決定了 那蠻嚴重的囉 你要做決定 要不要接受它 作為你的真命天子 所以你說出現了沒有 出現了 當然是出現了 確定的出現 確定是出現了 關鍵是你要不要接受它 要決定 OK 你要決定了 你要決定了 你要做這個關鍵的 時刻的這個答案了 是 好 以上就是我們為您 補出的這個四個掛 那麼請觀眾朋友呢 就是你自己在家裡面 DIY一下你的真命天子 到底出現了沒 然後呢 對照一下你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呢 進行到節目 我們也非常謝謝阿公 謝謝韓芸 謝謝 請大家繼續支持 飛龍在天國語版在東森 也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謝謝侯老師 謝謝 謝謝侯老師 謝謝 拜拜 拜拜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謝謝妳們 謝謝 感谢观看